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争取解除积压禁建的处分 这是人性的必然 也可以完全理解 他愿意以更宽容的态度来看待 另外再附带的是说 邱毅仁跟叶声帽就不要再压了吧 以免他们又被供出很多的事情 最后面是说要让这两个人赶快放出来 但是他通篇的强调是说 积压禁建等于被刑求了 所以余政宪会这样讲 是因为可能是被刑求了 他为什么不早讲呢 积压禁建你早讲啊 你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可以讲啊 当台北市长 你忙一市长好了 你当总统的时候更可以讲啊 不早讲 那积压禁建取消好了嘛 因为行求是不可以的 变相行求当然也不可以 积压禁建既然是变相求求 取消积压 立法修法取消 不准积压 对啊 你敢吗 你做得到吗 全世界有这种立法力吗 全这边啊 不要再讲这个了 人家被你害成这个样子 你现在就比如说 又说人家挺不住 然后又说这个我能理解 你们是等于被刑求的 我不怪你们 其实他心里是怪的啦 他的心里是说 你就是被变相行求 你都不能咬到我这里 勇敢的台湾狼 你要扛起来嘛 不是这样子吗 勇敢的停下去 不过这个价值观是告诉大家说 就算我有做什么事情 你被关两天 你不能就招啦 怎么应该一直关 不管怎么关 都不能招啊 好像是暗示说 应该不能招 比方说有这个事情 才会有招的问题啊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陈水扁他今天有个语病 说你怎么两天就招了 代表他招了就是 招了事情了嘛 招了事实了嘛 那你用他的逻辑来讲 有些人他没有被押的 孤臣宇为什么要招 他是企业制守的表率 郭重量也没被押 只是上手铐了 他全招了 而且还招了人家很多事情耶 杜立平 交保 他也没被押 他也招了很多事情 你说押了这些人 蔡明哲有被押 郭全庆有被押 然后这个宇正宇有被押 三个人的证词刚好又一样 所以陈水扁讲这个 他自己也被押 那他怎么没招呢 这么痛苦他怎么没招呢 那他们家人没有一个招的 所以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是 其实心里面是很哦 这些人一路被我提吧 尤其像林德逊 尤其是像陈正慧 你看小孩子的时候就跟着我 尤其像马永诚 你非得不能招 你还要帮我扛 他们家的意思就是一样了嘛 所以他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是有 但是他们应该不能招 是这个意思吗 不能招 因为现在最重要重点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讲的 是不是都是事实 都是事实嘛 这是国家赋予这些检调单位的 他的一个公权力嘛 是不是我们办案的一个手法嘛 这个不能怪人家这个样子 就像刚刚那个一鸿说讲的 你八年也干总统啊 你认为这个不妥 你就改啊修法 为什么不做处理呢 那过去我办案的经验 很好办的案子是什么办 什么案子呢 就是这个呢当事人 这个人当老板的时候 很苛 非常苛 对部署 很不讲人道 对于那个他的什么 这个很好招 就是说一问了 谁怎么样 两下就出来了 很快就出来了 员工一下就讲 员工一下就通通都出来了 所以说我一看 这么大家都叛变 觉得陈水扁 过去这么多年来 做人真的失败 那另外一个问题 陈水扁动不动 都是用这种很 很激烈 很这个 很重口味的语言 他说积压就是变相行求 那跟以前讲的 以前已经吃官司了 他说这个是 什么柔性政变 是不是 所以这是柔性行求 柔性行求嘛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陈水扁这个 大家听一听就算了啦 我是觉得陈水扁 完全是国家的乱言 其实讲到这个积压 昨天法务部 有一个座谈会 其中这个民进党 最近最喜欢引用的 这个说过办案 好像群组化的陈瑞仁 他们觉得 最赞的这个陈瑞仁 就说 他赞成这个省钱积压 他觉得很多这个事情 省钱积压 只要符合法定程序的话 对办案来讲 是有帮助的 而且他也觉得 这个被升压之后 就上手铐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违反人权 这个是陈瑞仁 在昨天的这个 法务部的研讨会当中的内容 所以因为那篇新闻 我也看了 那篇幅太短 所以应该看前后文 陈瑞仁的原意 刚刚义弘大哥提到说 要扛那个罪 基本上你叫黑道兄弟去扛 很多小弟他愿意扛 这个未成年嘛 未成年关不久 当然愿意扛 那这时候老大要干嘛 第一个你要给安家费嘛 那我家的你不用稍微照顾一下 第二个 越关越大尾啊 如果我关完出来 我帮老大扛肉 至少要让我干堂主吧 对不对 那这样我才愿意去关 我关的时候有历练 我在沿湾有关过 我在绿岛有关过 恰凌恰风对吧 大家看着 我这辉文在大尾 那老大也会照顾我了 对不对 这条材料我给你报一下 你就怎么怎么 我请问 阿伯跟阿珍现在有这个筹码吗 他有海角好多意啊 你没了 你没口子啊 你安家费你要演嘛 要先拿出来再说 那你如果还是总统的话 说不定有人愿意扛啊 躲出来之后 搞不好有干部长啊 对不对 有点像嘛 我来干部长 没有 你现在没嘛 你没这个筹码的时候 你要叫人家扛人家不愿意啦 在法院实务上 我们看到班公 经常看到班公 可是我必须警告 不是不能讲警告 提醒余政线他们 你们班公司很危险的 第一个 特征组他不是完全靠证人 或是共同被告的这个供词 就起诉你 没有那么轻松的起诉啦 犯罪事实没有那么脆弱 这个我想律师看了之后就很清楚 像那个陈水扁的律师不是出来讲吗 他说通通不是事实 讲就好讲的 不是事实那摆在你眼前是什么 第一个你要先注意到说 没有那么脆弱的起诉啦 第二个 你翻供之后就没事了吗 譬如说我今天翻供的时候 我跟光琴刘一宏 我们都无罪了 再见 我们都无罪了 翻供就没事了 翻供就无罪吗 我提醒余政线 你喔 是他在这检察官求行说 你重新量刑 对不对 到了开庭的时候 如果你翻供 要重重量刑了 可以啊 公诉局 不然公诉局来关去干什么 公诉局来关去干什么 公诉局来关去干什么 你这个 那个公诉啊 变来变去 毫无回忆 我喔 重新的我撤回 我要求具体求行十年 十五年 你到时候要靠没面子的 我建议各位要翻供之前 要想一想说 我这个翻供 对我自己 就对余政线 对李介木等等 对你自己有利吗 第二点我说得比 你翻供也救不了陈水扁 你不要想说 我很关键 我一翻供 整个眼睛就变回了 主要串联起来 大家一起翻供才有用 我刚刚就讲说 为什么我讲说 共词不见 都起诉没有那么脆弱 我不是光靠你们这些人的自白 跟这个什么自首 然后你们互咬 我就起诉你们 不是这样子 他还有其他的物证 还有其他相关周围的证人 什么的都还在 所以请勿轻易翻供 不然后果自负 而且翻供 翻供 人家争讯的时候 有录音录影 对 人家到时候 也要求法院 看院 看院 这个录音录影 是不是剪接的 有没有刑求 人家看了结果 你说自由意志下 武警帽是记者访问你的 也可以调录影带来看 大家看 武警帽是这么讲的 不是翻供就翻得动了 你现在讲翻了 到时候坐死你 本来人家是这样讲的 陈水扁出来以后 马上翻供 我告诉你 陈水扁就会不被再行羁压 人家那是为什么正常态度改变这么快 后来发觉原来陈水扁有死眼色 害得这些人不得不翻供 你陈水扁自己会倒霉的 所以万一翻供搞不好就变成陈水扁得被再羁压 再行羁压的理由 这发给周战春看 发给周战春看 媒体报道与事实不符 我没有这样子讲 他如果真的 陈水扁如果对着麦克风这样讲 我立刻要求周战春你收到他 你不是去恐吓证人 我这样子算是恐吓证人吗 如果是陈水扁亲口讲说 你关两天就攻出来的话 我当然可以认定你是在恐吓证人 像越方说讲的 以民事或暗事给证人压力 陈水扁会说我只是陈述一项事实 你明明就是在关了两天之后就讲出这些事情 我在陈述一项事实 陈水扁这么讲可以怎么解释你知道吗 你这个一阵线撈肿嘛 在我陈水扁看起来去撈肿嘛 你们支持一阵线的人 不要再支持这种撈肿嘛 不是这样子吗 你会不会衍生太多 他会有政治压力 余正线他地方出身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绝对会有民进党什么绿营的压力 绝对会有啊 胡大哥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要从人性来探讨 你想想看 陈正慧 马永诚 林德逊 李介木 蔡明哲 包括我们提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 等等 余正线等等 全部人性尽失 这叫人性 你要从人性出发 这个心结已经产生了嘛 他们不会说陈水扁出来 大家都没事忘掉了 那有记录的啊 而且那个在监狱里面 像吴书正的话 现在出来以后 把旧报纸看一看 哎呦 我哪里这样说话 都会看 这个心结就产生了嘛 那个心结产生 头不开嘛 所以陈水扁现在只好用一招就是 押人取贡用积押手段 这他要不然是用这种来自保 也替他们说下 也说给 当然说给这个积押庭的华官厅嘛 这很清楚嘛 但是有一件事 我再举一件事就好了嘛 陈水扁把亲信的张 全部刻假的 冒领那些年终奖金或什么奖金 然后要他们说你们来认 谁会认啊 有这种人会认吗 有江志明还在扁半 会不会认 那去认吧 那其他人会不会认吧 我说这个人性嘛 你要从这个人性出来 所以 其实陈水扁这种做法会 肯定会看不看手 但我没有意见了 还是到法庭变了 反正我发觉到陈水扁 吴书正是觉得 陈志忠是 王内宁绝不认错了 那绝不认错 都就到法庭去嘛 不要像吴书正说我不出庭 这种手腕块和饭 会让自己 wishes孤立嘛 邱英小姐 过去讲的调话话是什么 我们丽丽 有记录的嘛 他现在是个转折 这个转折不只是他嘛 还有菜环老师一样 不是吗 你多举几个就看出来 这已经整个 战争形势在逆转了 包括民进党 那部对陈水扁不利的时候 陈水扁要思考说 继续这个策略 什么都否定 什么都要大家跟他站在一起 我看形式对陈水扁 是越来越不利的 照陈水扁的逻辑 陈水扁硬一点 勇敢的台湾人 号召台湾人 攻破看守所 那些在押的被告 都在变相刑囚中 是不是 所以我的看守所里头 被告都在变相刑囚中 变相刑囚中 你能不解救这些人吗 当然要去解救他们 既然那么难过 没有一个人像你陈水扁 能挺不住的 照你这么讲 那你唇狂出来 这话你又讲不出来 你现在着眼点 都是为了你的官司 不要再带着什么司法人权 带着什么台湾人 勇敢地站出来 什么对抗不公不娱 不要来这一套 帽子不要戴那么大 巴士抵御是蛮难攻破的 所以这个计划应该不容易 先进广告